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再到另外一座城市 广州去看一看 广州的楼价经过2007年的大起和2008年的大落 今年第一个月的均价是每平方米8014块钱 几乎又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 这一番价格的轮回给广州的房地产行业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跟随一位广州市民一起去看一看 2月22号星期天 广州市民小秋一早就来到广州看楼车最集中的红尘广场 搭车去开房子 刚进广场 小秋的手上就被发楼盘广告的人塞进了四五张广告 但最吸引小秋的却是一个叫恒大山水城的广告 广告上称 全新陆山雅住成本价发售 半山楼王均价2680元 本周额外发发折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后 小秋来到售楼中心 售楼人员告诉小秋 他们的楼盘是周边最便宜的 销售人员无意间透露 之所以以这么低的价格进行销售 是为了缓解紧张的资金链 希望能够快速的回笼资金 我们这边的地不是九几天的 因为九几天的地的话很便宜 可能这块地可能一千万多分都可以拿到 但是我们是零六年的地 你们的我们这里是零六年的地 所以那时候那时候拿的地很贵的 基本上是新楼零六年的时候 孙世也是去到七千到八千 你七年就多一点 你的地已经是一个底下了 也不是底下 算你少一点 记者了解到 恒大山水城楼盘由恒大地产开发 恒大地产在业界被誉为 房地产企业的华南五虎之一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恒大地产的土地储备膨胀了八倍 高达4580万平方米 包括分别位于19个城市的 近50个房地产项目及土地储备 超过了此前在香港上市的 大地主碧桂园 然而2008年 恒大地产香港IPO上市失败 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疲软 因此恒大地产资金链紧绷的消息不断 根据公开的资料信息 恒大地产举债拿地 地价就已经是100多亿了 加上建筑成本200多亿 及此前111亿的借款 负债达到了400多亿 而为了回笼资金 恒大地产在全国各地 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吸引消费者 这是恒大山水城2008年国庆开盘的镜头 为了吸引眼球 更不惜重金 请来范冰冰谢霆锋等明星 前来捧场造势 不仅如此 在广州 恒大对原来开发的楼盘打折力度也相当大 2008年年初我们曾采访过恒大位于金沙州的一个楼盘 当时的售价是每平米12000元 并赠送每平米3000元的装修 而如今小邱收到的一张广告上 这个楼盘的价格赫然成为每平米7688元 并赠送价值每平米3000元的豪装 本周认购额外八五折 算是比较低 跟外科相比是这一点 是抱着我们好奇 心态度是 我们说 毕竟这个地方还是少一点 要是真正购买的话 必须还有 同样一个楼盘 一年前卖12000 到了今年价格降到7688每平米 还打一个八五折 广州楼价下滑的速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我们还了解到 房地产开发商主动大幅降价 除了市场销售低迷之外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 他们在前些年地价飞涨的时候 购尽的储备用地 如今这些当年高价抢购的地王 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雷 压得开发商们喘不过起来 这里是广州市原村捐马场地块 2008年初恒大地产 在经过了上百轮的竞价之后 最终以高出底价八倍的价格 41亿元的天价进入了这块土地 然后一年之后 我们看到这里没有任何开工建设的迹象 捐马场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为31万平方米 楼面价约为每平米1.3万元 以楼面价计算的单位地价 在广州市排名第二 也是天河区的地王 恒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世红告诉记者 恒大上市受阻房价直线下降后 这天价地块成为了恒大地产沉重的包袱 一个是这个资金 41个亿的资金对它两年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第二个就是它这样子的一个成本 在未来的开发过程中 也会对它的这个项目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说我想这个项目是不是能 真能够顺利的往下推进 那么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一方面地价款需要支付 另一方面高达约美平里1.3万元的楼面价 已经超过了周边楼盘的售价 这意味着恒大的房子盖上去只会亏本 退地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之前已有先例 上海一块楼面地价达6.69万元的内地单价地王 已被苏宁集团以政府规划更改为由 退还给了政府 因此恒大要退地的传闻一直不断 现在来讲应该来讲 至少从公开的信息来讲 应该还没有一些定论 那么有可能 有可能政府会调整那块土地的性质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那么它应该有多方面的一个需要 一个市场的需要 可能还有城市发展的需要 有这种可能性 不仅是恒大地产在为高价拿地而投探 在广州的很多房地产开发商 都纷纷推迟了开工 或者放缓了工程进度 在广州 已经看不见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尽管没有一个地产项目彻底停工 但工地上的工人数量明显减少 吊车基本没有运转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富力地产的两个项目 今年就推迟开工 其他的可以卖的周开都已经卖了 还有只有两个项目没开发 还没开发 还没开发 今年开发 今天会开发吗 会 可能会 应该会 为什么呢 进度没到 进度到反 位于广州繁华区域的珠江新城 被誉为广州的CBD 然而现在仍有好几块地闲置着没有开发 记者来到一个被高档写字楼包围的地块 这个寸土寸金的空地 已经荒草丛生 成了建筑材料堆放厂 那边那个保密的工地 没地方放材料 这个地方放材料 以后找人就谁也不知道 这块地是谁也不知道 这块地是 是保密的吗 保密的地 现在先不开发 先拿过来放 对 先不开发 广东楼市新开工面积 销售面积 企业到位资金 五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今年开的新一会开发 签署对 签署对组协议 降价促销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会造成怎样影响 需要根据自己的经营的目标 根据市场目前的一个 供求关系去制定自己的加拿 欢迎就看 经济半小时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 广州很多房地产开发商 一方面是纷纷打折促销 另一方面放缓了开发的速度 想以此来避免资金断流 而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发布的 2008年度市场分析报告说 如今资金链紧张的不只是广州 全省很多房地产企业 都到了一个危机关头 市场的调整已经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整个行业的资金链条 去年来开始紧张了 蔡岁生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会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 今年广东房地产市场分析报告 和房地产权威数据出来后 让蔡岁生会长 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非常担心 我们看08年去年指标 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长就大幅度下调了 那其他的新开工面积 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企业到位资金 还有一个是企业的购置土地 都出现负增长 那这些所有指标都指明一个方向 我们分析认为就是 广东房地产 应该说已经进入了周期性的调整了 在众多数据中 蔡岁生最担心的 就是新开工面积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2008年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出现负增长 下降幅度达到9.28% 为2003年以来首次 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 广东新开工面积只有1233.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38.97% 新开工面积甚至降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 这个数据也印证了记者在广州市区看到的情景 0.1 0.2 0.3都是一个低谷 这个低谷表现为了销售是比较冷淡 没有多少增长 可以说现在的开工面积基本上就回落到了我们当时最低谷的那个状态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很不好的市场信号 也是一个我们特别提出来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的一个信号 因为它影响了下一步的市场走向 之所以造成新开工面积大幅减少的情况 蔡岁生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发商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 地产报告显示2008年广东省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4824.4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百分之22.43 销售额2880亿元同比下降百分之21.4 那么这么大幅度的下降情况下的造成了空置 空置上升百分之15 那么在而且目前情况对市场的前景 到底什么时候会好转 还不太明朗 这个情况下开发商很本能的就是要考虑一个收缩 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当然很紧张 资金紧张呢就当然是一方面跟市场销售回笼资金不够有关 开发商资金紧张首先表现在到位资金上 2008年广东省全年到位资金3762亿元 同比下降百分之4.82 同2007年42.31的增幅形成强烈对比 房地产到位资金占开发资金比例 也首次下滑到1.28比1为五年来的最低 到位资金跟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的一个比率 这个比率呢 当然到位资金会稍微高过开发投资资金 它有一些余力在那里 但这个比率呢是03年以来降到最低 最低点就最小的差距了 就说明它很不宽裕的 资金很不宽裕 那这些都是说明了企业它资金的 整个整个行业的资金链条是相对是紧张多了 由于2008年房地产销售业绩不好 因此也拖累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回笼资金 报告显示 前年广东省房地产销售回笼资金 只有1577.9亿元 相比2007年的2031.9亿元 减少了454亿元 降幅达22.35% 出现了五年以来的负增长 与此同时 销售回笼资金占到位资金的比例 仅为42% 为2002年以来最低 在资金来源比例中 从51%下降到41% 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那这是很大的变化 而且这41%的比例 也是近五六年来最低的比例 这些都造成了开发商 它的资金链条十分紧张 在这紧张的情况下 又对市场前景还不明朗的态势下 很自然的选择 就是收缩投资 那这个收缩投资 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面对房地产业资金紧张 投资下降 蔡岁生十分担心 房地产这个经济的发动机 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雷准 如果我们这个态势延续下去 那我认为 无论对房地产业 对房地产市场 对中国宏观经济都相当不利的 广东楼市新开工面积 销售面积 企业到位资金 五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签署对组协议降价促销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会造成怎样影响 需要根据自己的经营的目标 根据市场目前的一个 供求关系 去制定自己的战略 欢迎收看经济范小时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如今广东不少房地产企业的现状 只能用内外交困来形容 很多业内人士都在预测 一场大规模的市场调整 即将到来 一起来看 2009年 恒大集团势必又将成为 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2007年 恒大同邮旦马西 美林等机构投资者签订了对赌协议 即 如果恒大地产在2009年12月6日前上市 则比机构投资者的回报率 不少于70% 恒大地产若无法完成上市 其将以现行市盈率 回购相关投资者的股份 也就是说 恒大将面临资产被瓜分 公司解体的危险 如果恒大一旦解体 会不会有大量的烂尾楼出现 与国际投行有密切接触的 恒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世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因为投行也不愿意 炒房炒成了房东 我相信房地产业通过这一次经济危机 或者这一次调整以后 它表现出来的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企业倒闭破产 它可能不是这样的方式 而是一些 比如像股权的转移 这市场是一种更理性的变化 但何世宏相信 在中国此轮的房地产调整中 肯定会出现一次洗牌或者调整 那么这种参与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的项目转移 另外一种是合作式 我们在成熟的 比如像在香港的市场也好 在国会其他市场 其实已经是屡见不宣了 我想中国的市场不可能说是 就特别特别 是吧 在这样子一次大的波动中 那么它都没有任何的波澜 那么我想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 也简单以香港为例 在香港在上一次调整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的当年很多很有名的企业 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那是否意味着 一两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倒闭 或者并购重组 会引发全行业的崩盘呢 广东房地产协会会长 蔡穗生认为 根本不会出现 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它整个市场份额 只是单2.7% 去年的数值2.7% 那么在一个城市里 我们所看到每一个城市 都有不少过300个公司在运作 市场集中度的很低 一个两个公司 真的出现一种 一种很恶劣的一种结局的话呢 我觉得对市场肯定有负面影响 但是不会太过严重 因此 面临资金困难的企业 要想在竞争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加快资金的运转速度 也就意味着 开发商会以更低的价格 出售自己的房子 需要根据自己的经营的目标 根据市场目前的一个供求关系 根据目前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对价格的预期的一个水平 去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 他只有这样子 他可能才在市场上 才能够推进下去 要么这个企业就没法正常的运行 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江伟新 在与全国政协住房保障调研组 座谈的时候承认 2007年下半年 中国市场化的住房价格飞涨 除了极少数高收入家庭之外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难以承受 因此房价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而世界的金融危机又催化了这个调整 事实上在美国华尔街危机爆发之后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追问 房利美房地美赔钱了 美林雷曼赔钱了 投资者赔钱了 世界经济为此止步甚至是倒退 那究竟谁又从这场金融泡沫中得到了好处呢 调查的结果是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 他们每年从华尔街拿走了高达200多亿美元的分红 他们成了这场金融危机当中 唯一捞到了好处的一群人 然而也正是为了这200多亿美元 他们忽视甚至是放纵金融风险不断膨胀 最后各国政府不得不拿出上万亿美元来救市买单 今天当我们听到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声音响起的时候 我们也不禁想追问一个同样的问题 房价越炒越高 高到了买房成了老百姓一个奢侈的梦想 高到了房子卖不动 开发商资金链崩断 高到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有可能变成巨额坏账的时候 谁又从这场没有胜者的博弈当中得到了好处呢 答案其实正写在新出炉的各种所谓的富豪榜上 这两年我们看到房地产商的面孔越来越多 他们成了富豪当中数量最庞大的一个群体 而对上市公司高管薪水的调查呢 房地产最火爆的2007年 房地产业也成了调薪幅度最高的行业 仅仅七家上市公司就一共有42名高管 年薪突破了100万元 华尔街危机之后 世界各国都提出来要改革金融监管体系 不仅对华尔街巨头们提出了道德上的谴责 也需要对他们的投机行为采取更多的限制 那么当我们在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的时候 是否也应该反思过去的市场管理体制 对这个充满了利益纠葛的行业 加强监控 防止这个市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走向失控 如果房地产市场还是一辆被既得利益 熏得难以自拔的欲望号街车 就难以走出调整崩盘 再调整再崩盘的轮回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岳城刚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